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纽约的前市长作为一个 朱利亚尼作为一个秘书来讲 作为一个律师来讲 是川普总统的私人秘书 川普总统的私人秘书如果按照某种角度上说 川普要给他钱的 他不是总统秘书 我想中间会有很大区别的 总统秘书那是官方的 私人秘书有他 可能有他官方的成分 但我相信这里面一定在美国社会是分开的 相当分开 那私人秘书他背后 他关键就是说 他背后没有总统 没有政府的这种背景 他讲起话来 他谈起事情来 他的自由度就大 如果他是总统的律师 那他自由度就没有那么大 那是政府官员 所以这里面有很大区别的 那所以从我看到的故事就是 朱利亚尼是他的私人秘书 私人秘书 律师 他的冲击度 他的这种回旋域度 自由度 远远超过川普总统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来 都反映出在现实的环境中 任何一件事情 每一个具体的人有他具体的做法 有他具体的背后的一个因素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 我们会看到在不同的一个背景之下 同一件事情 它有着不同的背书的含义 但是客观的结果 在这个层面是这么客观的结果 可能很多人就听不懂我在 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你这绕这圈干嘛使 他干了就是干了 我个人觉得 在对于大陆人来讲 太缺少生命认识 就是说 我说句难听话 太糟蹋自己 那种违力是处的糟蹋呢 我觉得就是说 你就没有自己的尊严 活干完了你都没尊严 你觉得你自己很了不起 你觉得你自己很那个 我眼睛里就是 就是那样 就道理很简单 男女结婚 多的是一份仪式 跟男女同居多了一份仪式 说那求婚很激动 你求婚干嘛 你们俩都一块住15年了 你还管那个呢 你管那个干嘛 对不对 说那个仪式里如何 你解释那干什么 干的都是一点样子事 一点都不差 同居15年没结婚 所以我跟你讲 很多唯利是处的 你做事情 你就是那个 你就是那个 所以你既不承担责任 你也没尊严 我眼睛里是这个 你说那东西没用 那当然没用了 你捡那你想找有用的 找只狗都可以 那怎么没用啊 对不对 所以尊严不尊严 就在生命阵势 就这点上太难 在今天中国社会太难 但是呢 很多人你看起来 他又很实在 他也真管用 你如果这要管用就得 我觉得这东西呢 就随你变咯 我个人没什么 我只是拿出我个人的看法 所以在现实的环境中 我们会看到很多故事 很多中间的生命节点 就像昨天说 9月27号 我说 哎 凑出来 九个 五个九 这是蛮有趣的 他开展开了这个十月惊奇 这十月惊奇里面就包括着 川普对内就是打击拜登 把他跟中共联系来 对外 那在南海开战 直接打击中共 直接军事这一类 这两条 那基本就是 美国政府就改了 确实美国政府就改 美国的概念就完全不同了 在他其中 同样有着天地人的三丫 美国的社会 是基督的社会 耶稣的社会 他 美国总统把手放在圣经上 前 因着 就这两条 他就成为了 在人类的环境中 我们看到了三个 美国承载着神的使命 川普总统 自己也有这种成分在里头 从他选举 这个 从他挑选的 美国大法官的概念 就可以表现出来 他超过他的 在这个概念上 他超过他的利益 他更尊重他的 这个取向 如此保守派的 如此保守的 这个女大法官 他表现 他在大选中 产生的作用 可能在技术层面 伤害掉 伤害到 共和党的利益 但是川普可没管 川普就选择一个 最保守的 起手 所以他超过利益 而在欧洲的社会中 欧盟的社会中 包括 日本这样的 民主的社会 自由的社会 他们在跟随着川普 跟随着美国 跟随着有神背书的国度 所以如果按照天地人的话 就美国就像天 欧盟 日本就像地 所有中共国之外 而中共就是人 是个败落的人 你说那 你这话说的 不是说他是鬼吗 其实就像 就像在风神演义里面的 老子 原始天尊 通天教主 对吧 老子留下道德经 他是哥萨里老大 原始天尊 交出了几个徒弟 他们圆满了 两倍的徒弟都圆满了 那个 二郎神 他们是 是下一代 那通天教主 整个人这一面 他跟妖混在一起了 他生命不纯净了 结果就 他只留下了他自己 他是被师父带走了 剩下全都 全都没了 这一门没了 其实就这个意思了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 混进了太多的妖怪 不是人 江泽民 曾庆红是妖精 有些人说 啊 陶哥里头是谁 谁抱得了 Who cares 我说句难听话 你记住 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 凡是东西 都有正反两面 如果你连这东西 都认识不了 菜刀是做菜的 牛连可以剁脑袋 如果你连这东西 都认识不到的话 那就 那反正你就慢慢 你就 你爱怎么喊怎么喊 我只能这么说 江泽民 曾庆红是妖精 他们永远跟共产党 绑在一起 你至于说 人间的搏杀 人间的搏斗 谁把谁整死了 随便你们整 他爱咋整咋整 我眼睛里 就是个笑话 我话跟你说 是个笑话 江泽民 曾庆红就是妖精 跟共产党魔鬼 合为一体 就这么回事 你不用跟我说 拉帮结派 哪能跟我一点关系 都没有 所以在这个环 在这个环 我个人说你拉帮结派 其实很多很低的 结党营私 在这个风声演绎里就有 那时候就有 所以这个东西是瞎掰 利益上的永远是冲突的 利益共同体是邪恶的 是邪恶的 这个咱们就讲清楚 所以在美国的社会中 美国牵头 欧盟跟随把今天的中共清除 还回中国大陆的一个正常人的社会 不是一个利益的再分配 不可能的 当你们在利益上再分配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另外一面之间的冲突 那习近平就成为了真正人的层面 结束中共的人 CNN习近平上台 出现了四点冲突 他是列出了四点 主要是对外 他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整个价值观的冲突 习近平2012年上台 霸权 那不断声称拥有主权 屡屡打破约定 埋下战争 埋下了战争火煮 在四个地方会引爆的 这是他主体的概念 在有争议的地段 完全以主权的概念出现 第一个就是南海 我们刚才跟大家解释了 在南海偷建人工岛 军事用途 六国抗议 菲律宾 越南 马来西亚 印尼 文莱 台湾 那在这种军事的扩边之下 南海就成为了四个军事 就是可能出现军事冲突的 最可能的集中地 那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跟大家 陈述了这个概念 美国会可能主动打击他 打击的时间 有可能出 如果我觉得 如果真要打击的话 他要开全会了 五中全会 就在五中全会开会的时候打他 我个人觉得这是最有趣的 你打不打 而五中全会如果美国开战 在南中国海 比如说在永兴岛炸他 中共敢回首 他想到的就是 美国人会不会炸掉他的中南海 炸掉他的人大会堂 炸掉他的这个京西宾馆 有时候炸不着 随便呗 那你愿意说他说炸着 你说炸不着 你就随便呗 对不对 这个事就这么回事咯 我觉得都是 他说炸不了 我觉得这些都很荒谬的 天意就是天意 就我个人来讲 从来很难去 从天意的角度来讲 就是一种命力注定的概念 所以这里他谈到的 习近平一手挑起的 五个战争点 四个战争点 而首当其中是南海 这里很简单 是习近平干的 第二个就是台湾 分离七十多年政治因素突出 从来没被中共统治过 但却非说它是属于中共的 外交 经贸 军事 施压 那习近平统一台湾的野心 所有的军事演习都在都围绕着台湾出现 是 那这些东西就是他习近平拿过台湾 才是他一种标榜 胜利的标榜 他本来是想透过韩国瑜国民党 2020年不是差的年 所以他就一败涂地 当一败涂地背景之下 恼羞成怒 出现了港版国安法 拿回香港去代替台湾 他已经在台湾认输 他没有任何办法 但他会不会出现有限的战争 他要表现出他有限的战 有限战争的样子 但他很难打 几乎很难打 当他其实他敢在金门 澎湖列岛 就是他敢去进攻台湾岛 他会招致美国 日本台湾 印度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共同对他的攻击 这个联盟都已经达成了 就是因为他只要 任何人的解读很简单 如果他敢打台湾 他就敢打韩国 他就敢打日本 他就敢打印度 对不对 他跟印度已经是这样 那如果他都敢打的话 那美国必须打 这个道理 你过我是放在日本的角度 我也认为 逼急了你 他可能会打我 因为他已经打台湾了 所以他不打台湾 人们就不那么想 打台湾他就另外一个想法 然后另外的爆点就是 日本跟印度 钓鱼岛 钓鱼岛 他钓鱼岛 钓鱼岛跟中印边界之间的冲突 所以这是他合成一个 合成一个关键点的冲突 这是第三点 所以中印跟钓鱼岛 跟日本的冲突呢 我个人觉得不太可能 他现在无论怎么样 他对日本来讲 他不希望全面跟美国和全面跟日本同时间发生冲突 他不希望 我只能说他不希望 他敢不敢这么干呢 我好用人的层面说 但这是事实了 那跟印度的冲突呢 已经明确放在那里了 这是他一贯政策 所以相比南海和相比台湾海峡 那个东西太次要 最后一个香港 香港拥有种主权撕毁这种 他有独立的货币政治体系司法 结果今天他给弄成这样 所以当他在形式上把握香港之后 就是当他羞辱了香港人之后 全世界不决 开始拒绝他 全世界否定他 拒绝他 这是习近平一手造成的 所以这四个地段 就是四个不同性质的地段 是今天习近平一手挑起来 他的概念就是国家为上 因为这个国家是差的 他要塑造他习世的伟大 他的习世伟大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他的习世伟大 当骑在中共的这条鸿魔上的时候 他就成为了魔鬼代言人 尽管那是人 所以这是应对的场面 也正是在这四个爆发点上 促成了他跟整个人类为敌 那就冲当妖精 他与整个人类为敌 所有的人正常人都知道 他是人类的敌人 习世中共是人类的敌人 他不仅叫人类的毒瘤了 他是灭绝人性的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